另外中间有一个补充 因为我特别常常会提到 就是说哪一个部分需要锁栏 哪个部分需要锁裂的话 假设我希望做出一个九者乘法表 类似画面上看到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可以先自行 也许在刚刚的档案上 档案新建工作表 在B到I栏输入1到9 在A2到A10输入1到9 如果我今天希望 底下九者乘法是上面放前面 左边放后面 1乘1等于相乘的结果 2乘2 我希望能够向下向右 一次全部可以做出九九成八表 要怎么做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反正你就做出来像这样子 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 如果我做完之后 我希望对角线 可以帮我自动填一个颜色 对角线的储存格 那这边的话 当然不是要你自己去找 对角线自己填颜色 而是利用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帮我做出这样的结果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待会请各位在这个里面 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也许叫九九成八表 然后呢 这边的话 请你在B栏的B1上面输入1 Ctrl键按住 按住的话会自动加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这样 向下填满 Ctrl键 那中间这个范围的话 你也许加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 也许说有框线 那就是在这边要显示 1乘1等于1 2乘1等于2 有没有 意思类推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 等于 先打个等于什么 这个 串接一个称号 那称号的话呢 我就是用X来代替好了 然后end 后面这一个 在end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等号 在end 他 沉 他 OK打勾 那当然把它自动一下好了 我先做一个 那如果我希望呢 我向下 向右 一次就可以做成功哦 OK那你不是说你还要 再做很多次哦 那你会发现 不过现在应该是会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会跑掉 什么地方呢 这个嘛 B1 如果你B1 没有把它锁起来的话 他会出错 但是 这个地方如果 所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特别之后 你要锁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 你就只要锁 E的地方就好 你不要 像有些书里面 就直接叫你 把两个都锁 两个都锁的话 你等下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 你要变C D 那就不行了 所以记得 你只要锁什么 锁ED就可以了 所以B1的E 把它锁起来 所以特别锁起来 打个勾 这个时候向下填满 应该会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向右填满 会不会OK呢 还是不OK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填满的时候呢 你要A蓝的位置 不能变动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个地方呢 就要把什么 把A蓝的 这个 蓝号呢 把它锁起来 只要锁A 部分 然后在那边打勾 向下 向右 一次就完成了 特别之后 你不能两个都锁 你只能锁单边 以后呢 如果你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四算表 其实有一个还蛮简单的一个原理原则的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锁的话 你只要记得 你的标题列在第几列 你的标题栏在哪一栏 那你就把这个公式里面的E 有没有 B E的部分锁起来 E的部分锁起来 A 有没有 它在A蓝 有没有 标题蓝 所以你把A蓝给锁起来 A蓝给锁起来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主要 是不是一直强调 如果你那个蓝跟列的锁定观念不清楚的话 其实你在后面呢 要制作这种大型四算表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盲点 有没有 如果你要向下向右 一次就做完的话 那一定要了解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九九层法表这个部分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再来如果我希望呢 能够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这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我希望 帮我对角线 对角线这边 帮我弄就是填颜色 另外对角线呢 也把它填颜色 不过对角线填颜色 会有一个 你可能要注意的 找出规则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填颜色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共通点 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要对角线 左上到右下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两个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当什么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相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把它填颜色 所以你可以用 这边设定格式化条件 哪一个可以做出来 另外一边是 这个加上这个 你会发现 相加之后呢 它都会是多少呢 都会是十 所以有两个规则 假设我今天希望呢 做出来的结果 可以长得像 我们现在画面上 看到的样子 那要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 图法内刚填 而是利用 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部分 画面先切完 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边的话 顺便补充一下 有关那个 蓝列锁定的 相关重要的技巧 那我们用 那个九九层法表 这个例子来看 我希望呢 如果要能够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是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还蛮妙的 因为如果你要刚好做出这样的效果 跟这样的效果 你如果用什么呢 格式化条件里面的 那个预设的功能的话 是无法做出来的 所谓的预设就是说 你新增规则 他这边有12345 上面这五个都不行 只有第六个 使用公式 才能够 把刚刚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一你要先选取你要格式的范围 要告诉他 我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你要告诉他 你不能选错 选错 格式化到别的地方 一 二的话呢 就是我的条件告诉他 所以再来条件是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那好像我们上个礼拜 也有用到类似的概念 也是使用公式 那我们的公式 基本上的话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游标放这边 等于 意思就是当什么呢 当这个 等于这个的时候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的时候 这个跟这个相等的时候 那我就涂一个颜色 涂什么颜色呢 涂一个底色填满 叫黄色好了 假设这样子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用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会在前后帮你加什么 绝对的位置 前后都锁起来 可是呢 特别注意 因为呢 那个 那个什么 你设定格式化条件 他是会帮你去移动 去找 他会由左到右 帮你去比对 那比对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哦 他如果我这个范围在这里 他会 如果你一直都锁在 这个一列 跟A缆的话 那其实这个原理原则 跟刚刚一样 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 E锁起来 B不要锁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原来这样 把 B的前面部分不要锁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移动的时候 还是都是 还是针对上面的资料去抓 那A的话呢 那特别就跟刚刚一样 如果你移动的时候是都是A缆 而不要取 就是说呢 固定在A缆 那列可以变动的话 那记得把2前面把它拿掉 那因为他在帮你追资料的时候 他会去找上面 就是这个跟这个比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这个跟这个比一样的话 那他会帮你把什么 假如说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他就把这个涂颜色 一直在保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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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一样 一直到这里 这个又跟这个一样 所以帮你涂颜色 所以意思类推 一样的部分呢 就帮你涂颜色 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不涂颜色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有没有 结果马上就做出来了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后蛮多地方 你可以利用所拦所列 除了可以用在刚刚的这个 九州成法表的概念之下 另外呢 设定格式法条件 也可以有类似的规则 所以另外第二个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第二个对角线 也就是这个加这个等于10 所以规则差不多一样 一样 先打个等号 等号 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成 当什么情况下 当这个加这个的时候 它怎么样 等于10的话 其实后面这个 等于是一个逻辑判断 是不是 目前大概两个相加 不会是10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一样要把 它的B前面这个标数 它会跳C D 但是它永远都会在第一列跑 然后呢 A也是一样 A前面锁 但是2不要锁 它会怎么样 一直都在A栏 一直往下 它会怎么样 1加1是不是等于10 不是 它就不涂颜色 所以当它跑到这边来之后的话 9加1 当好等于10 所以等于10的时候呢 它会设定一个条件 就是格式成橘色的 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这样开始跑 其实它的跑路径就是你选的路径 它就是这个跑完之后 这个填颜色 到这边再跑 跑到这个 它相加要等于10 所以这个填颜色 一时类推 它会一个一个去帮你检查 所以全部跑完之后 对的它就涂颜色 不对的就不涂颜色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很快的一下子 全部都填完颜色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尤其是你做一个大型四串表 做完之后呢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写VBA程式 因为写程式当然是下架测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给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用刚刚的逻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两个 一个如果左上到右下的话 是怎么样 那当这个两个相等 记得所列所燃 另外一个是 另外左上到右下 是什么呢 两个相加等于10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